我就想宣傳一下 我這個星期五的集 我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如果要剪掉那15個 李氏哥手音已經陸陸在聯絡中了 參賽者有些是外國回來的 那些我可以遷就 但問題是我要做一個POMO 做一個節目就麻煩了 因為我現在在YouTube上做 我一播放你的歌 我就被人BANG 我沒有理由做一集是沒有錢的 但那集節目一定會有很多人看 很多人聽的 還是只是在Facebook上做 唯一那天 但我亦是沒有錢的 所以真的好 爬頭到底怎麼做這個節目呢 還是由我代他們演繹呢 15首歌就不自己都唱出來 哈哈哈哈 剛才我真的很矛盾 所以這集節目是怎麼做 我正在想的 大家可以引頸以待 因為為什麼呢 這次場地所限 應該只有12、3圍的 我可以看到 那你有15個歌手 我想每個歌手為什麼有3、2個朋友吧 你如果參加了理事歌手 進入到決賽 連3、2個親戚朋友都沒有 真可惡 Discordify DQ 你老母 是 你自己的父母 男朋友 女朋友 子女 阿爺 阿嬤 同學 阿爺 阿嬤 同學 阿爺 阿嬤 同事 都不想來支持你的 沒幾個 那就要Discordify 了 就是說15個歌手 一乘四 都去了一半 那個位數很少 那我們也會請來 請來 真是在音樂界 享有成名的前輩來做我們的評伴 沒錯 而最難 只是難得我們已經在排著 準備排著舞 讀著舞 就是15個參賽者 和我和你 當年跳 我們最主持的 那些港者 加上阿嬤 和曾志偉 一起跳舞 一開始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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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敬歌的樂舞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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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叫的 我小時候 試過幫阿姐 當時 阿姐都做人體 敬歌的樂舞 一起我出來跳 你按冷賓州 是啊 那時不知道 走去考巴黎舞的考試 不知道去錯了 去錯了 隔離室 去錯了 完後 下士的對面市 先去哪一年 我們找出來 吵你 七歲的時候 我 這麼想賓州的人 不知是八九 還是七 就算我七歲 一聽就說做阿姐的 你想想跳舞 立即離開 算是港姐 小時候 誰知什麼阿姐 大家密切留意 特別是李氏歌手 參賽者 很快我會聯絡你們 話說 我們這次的團裏 也有三個李氏參賽者的歌手 入了Final 我看了一個List 已經 我不會講 我不會當眾揭露你們的身份 其實 在我們每個星期 起碼唱兩三首歌之後 我也覺得 我的聲線是越來越紅運的 節奏感和歌曲對感情的投入把握 都是從來沒有去到的高度 所以我覺得 還是要曲不離口 作為一個藝術家 作為一個藝術家 是應該要向著這個目標 去進發的 不是只去Entertain 別人那麼簡單 在藝術的修為上 能夠提升對自己個人的精神面貌 是有不同的 OK? OK? OK?